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風宏星學堂 我是今天的講師YK 在一場演講或論壇當中 當講師在分享簡報的時候 需要隨著演講的內容去切換簡報 如果用鍵盤或滑鼠去操作 除了不美觀之外 效率也不高 簡報筆的出現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讓講師可以更自然的控制簡報 當然簡報筆有不同的功能 我們今天就來介紹我們常用的三種簡報筆 第一種 羅技R400 這款是入門的簡報筆 它可以讓使用者在演出的時候 更輕鬆的控制簡報 我們來看一下官方提供的資料 第一 無線控制 使用者可以在10公尺內控制簡報 再來就是多功能按鍵 雷射筆翻譯功能 簡報播放 三 無需安裝軟體 只需要將接收器插入USB連接附 就可以開始使用 那這款基本功能都有 適合棚內錄製使用 但如果是在現場直播活動 10米的操作距離通常都不夠 加上雷射筆的功能 只有現場的觀眾才看得到 它沒有辦法顯示在直播上 第二種就是羅技SPA-LINE 這是一款比較高階的簡報控制器 可以幫助用戶更加專業的掌控 讓演講者更加順暢自然 那主要的特點包括 一 可以在最遠30公尺的範圍內自由走動 當然也是要視現場環境 距離會有所不同 第二 只有三顆按鈕 很直覺就是上頁下頁跟SPA-LINE 第三點 動態感應器 在簡報上可以創造聚光燈的效果 或放大簡報甚至是數位雷射筆 第四點 安裝程式可以調整簡報筆的數值跟效果 如果是直播或是現場使用LED螢幕牆的中小型活動 非常推薦這一款 因為它的模擬聚光燈可以讓現場及線上都看得到 那LED牆太亮使用雷射筆光點不明顯的問題也可以解決 最後就是賈伯斯簡報筆 那這款簡報筆由於是蘋果公司創始人賈伯斯在演講 發表會中常使用的簡報筆 所以我們通常都叫它做賈伯斯簡報筆 那我們來看一下規格 它的操作距離可達100米 然後再來就是兩個USB連接附 可以同時控制兩台簡報 然後第三可自行切換多達256個簡報筆頻道 那這款簡報筆主要是使用在大型活動中 它的訊號發射、接收目前是效果最好 那同時操控檔台電腦也是不錯的功能 那可能我台上講師看的它是題詞 然後台下觀眾看的是簡報 那我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做到一鍵同步換頁 再來就是它的操作介面也很簡單 遙控器上面只有上頁、下頁跟雷射 那比較可惜的是它沒有模擬聚光燈的效果 只有傳統的雷射筆功能 好 介紹完三款簡報筆 那我們現在就來綜合一下做個整理 然後幫助大家找到適合自己活動的簡報筆 那電池部分各有優缺點 然後傳統電池容易取得 在簡報筆沒電的時候可以快速的排出問題 充電式的不會主動提醒電量 但充保一次可以使用兩到三個月 距離方面 活動場地的大小會直接影響簡報筆的效果 簡報上是官方公布的數值 但實際使用還是要依照現場環境會有不同 再來就是雷射筆去光燈 傳統的雷射筆可能遇到很亮的LED牆或是螢幕 就沒有辦法清楚的顯示 而且直播畫面也沒有辦法看到 但模擬居光燈或是數位雷射筆 就可以完全克服這方面的困擾 那價錢方面 基本的簡報筆大概就在1000元左右 SPA-LINE就是大概3到4倍的價格 那賈伯斯入門款也要破萬 然後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紹 那希望大家對簡報筆有更深的認識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們會盡快回覆 我是YK 下次見 直播它就是分成現場跟線上這兩塊 風風影像通常都是做現場 只是怎麼把它導流到線上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角色 風風影像就是負責把現場的東西整合之後 送到線上平台讓觀眾來去觀看 它可能是一個現場的活動 有舞台有觀眾也有工作人員 在現場去做錄影做側錄把這些內容放到平台 的電視頻 到達到之後